Hello 嗨 所有的家人们 伙伴们 大家早上好 说在这边的话呢 所有的家人 大家可不可 可的话呢 大家在这边呢 给 Nicole 发一台爱情 Hello 晚上好 大家晚上 跟 Nicole 互动互动一下 嗨 晚上好 很棒 大家呢 在这边呢 我们要讲早上的 在我们的UI里面是有晚上的 我们都是早上好 OK 住在这边呢 最有能量 最有志情 最有正能量的伙伴们 大家早上好 这首先呢 在这边呢 我们的师父搞我们的师母 我们建立了一个9333的 一个大家庭 我的麦克档客吗 可以吗 这样听清楚吗 可以吗 OK吗 清楚吗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很感恩 很感恩我们的师父师母呢 在这边建立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大家庭 BI933这个大家庭呢 让我们所有有能量 所有有梦想 所有想要改变的家人呢 在这边聚集 大家呢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成就 所以呢 来 大家先来 谢谢我们师父师母 来一盘爱心 谢谢我们师父师母啊 OK 来 爱心先给我们师父师母 好 很棒 大家很棒 谢谢大家的互动 耶 爱你们 那么呢 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so before这个课程开始时间呢 先自我介绍一下啦 简单的哈 我是Nicole 我自己本身呢 是来自于鱼宝 然后呢 我现在非常之来 那么呢 我也是很庆幸的呢 其实我有遇到的 这个平台 一个这么有爱的 一个大家庭 然后呢在这边呢 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去做一个 今天来这边做一个主持 那么呢 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什么重要法呢 因为在 我相信在这一段 我们经营这个事业期间的话呢 应该会有很多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 对不对 OK 所以呢 但是大家呢 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挑战呢 我们已经是把它总结了 有五大挑战 你可能会面对的 那这五大挑战呢 我们已经是帮你们想好的方法 怎么样去应对了 那么大家想不想要去学习呢 哎 到底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呢 怎么样去应对 想要学习的 赶紧打上1 想不想要详续 好 很棒 OK 很棒 到今天互动啊 所以来 想要学习的话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 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 我们一个非常厉害的讲师 非常厉害的领导 好 那么他是我的领导 他是我的 他叫的 多国顺 OK 所以呢 你们有认识他吗 有谁认识他的 多国顺 国顺你们认识吗 认识的打上2 谁认识的 国顺的打上2 哦 对 大家都认识 对不对 那么我相信大家认识他的话呢 是因为在master class里面 他是主持人 对不对 OK 但是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呢 你们不懂他背后的一个背景 其实他真的很厉害 那么呢 他在before啊 加入我们的这个 Forever的这个大家庭之前呢 其实他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打工族 他是打工了三年时间的 但是我跟你们讲 工钱呢 还是依然一样 3000块而已啊 那么在三年之前呢 他就是真的很庆幸加入了 我们这个Forever的大家庭 我们BOI的大家庭呢 从此以后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改变了 那么呢 那他加入了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这个事业之后呢 我告诉大家 他短短 OK 他的历史真的很多啊 让我再看一下 他短短呢 三年时间 OK 他就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突破了五位 五位数的收入啊 那么呢 他加入我们这个公司 我们这个Forever之前呢 其实呢 他是打工族嘛 但是呢 他加入了两个月时间而已啊 他已经是 我们已经是成为了manager了 OK 然后呢 他加入了短短五个月时间呢 他已经是败到了F2D OK F2D是我们的一个教师奖励啊 然后呢 他在三个月时间呢 他已经是突破了五位数的收入 哇 是不是很厉害 FIREFIRE 来一点 大家来热情一点啊 然后呢 而且啊 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呢 他旗下已经是单身了两个manager OK 然后呢 他已经是升级成为了senior manager 然后呢 也在短短 OK 一年时间里面呢 锁完 OK 已经是拿完了所有的incentive OK 然后呢 他也是一个最快速 最快速呢 拿到这个CBM 而且呢 可以最快速 快到这个一个manager的一位 非常优秀的领导人 Dococson OK 所以你看呢 在我们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位这么优秀 而且很年轻而已 他只是32岁到 这么年轻 又这么优秀的领导人 你们想不想要在他身上 学习很多 学习很多 只是 学习到他怎么样去 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怎么去应对所有的挑战 怎么样 高官 高官 他怎么样可以成为现在的他 想不想要学习 想要学习的话呢 来 大家赶紧打算 9333 国官掌描 哈哈哈 OK 大家赶紧打算 9333 你们的志情越够 OK 那么呢 我相信他呢 肯定是毫无保留的 把他所有的经验 所面对到的好 以患呢 跟你们去分享 然后呢 帮助大家呢 减少很多网路好不好 所以你们越志情 那么呢 我相信他呢 就会分享越多 OK 在这边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准备好 我们的笔记本 OK 然后呢 把重要的点点呢 全部记录起来 因为这些呢 都是他的成功秘诀啊 OK 所以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 PACOS 我们CPM DOCS 来欢迎 哈喽 大家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啊 所以大家听到我声音吗 如果听到我的声音 来打个E 啊 或者打个早 早安的早 OK 啊 yes OK so 哇今天很开心啊 可以在在我们的系统日 跟大家见面 然后首先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棒的 有没有 有的话 刷上爱心给他 刷上爱心 哎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主持人 NICOLE啊 她第一次成为我们系统日的 OK MC你知道吗 哇 OK 所以其实那天哦 我们就好我们 我感觉我们就好像一个 磁铁这样啊 其实因为什么 因为哦 大家有听过吸引力法则吗 哦 吸引力法则就是你想那个东西 你就会吸引那个东西来的 OK so哦 NICOLE在想着啊 需要好像一个像Forway我这样的事业 她就在Tiktok看到了我 啊 对不对 我也希望啊 有吸引一个好像我一样这样的 这样子的人啊 成为我的下线 哎我看到我 哇 NICOLE跟我很像耶 尤其是她现在现在哦 她是刚刚加入啊 跟我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可能是可以说是清出于蓝 胜于蓝耶 OK 所以不只是像啊 是更加的清出于蓝 胜于蓝 这个是很重要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哦 其实当我要讲这一堂课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需要找MC吗 对不对 其实我心目中的第一个人选 就是她好的 只是我没有告诉到她 我的心没有跟她 我的嘴巴没有跟她讲 其实我的心已经跟她讲了 我没有想到她自己毛髓之间 你知道吗 她问我哎可不可以当MC耶 OK 有没有觉得很棒 NICOLE的精神 OK OK 所以非常的棒哦 OK 我相信啊 很多时候啊 都是我们啊 去找找MC嘛 对不对 MC自动找上门来的 OK 所以这个这个是很很棒的精神啊 大家要好好的学习 然后今天呢 OK 大家要非常的专注哦 我把这一堂课而听啊 好好的啊 就是 好好的学习 不只是学习 然后 学习之后 一定要派上用场啊 因为我们都不是 在学theory啊 我们我们所有学的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实战实用的东西啊 OK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哎啊 OK 来让我打开我的slide一下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叫做 成功推荐流程 好 OK so 首先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 我试下shareslide 看下大家看不看到啊 如果看到的话 来给我一点反应啊 等一下 来 so 我的slide OK 看到吗 OK 如果你都看到我的slide的话 来打上一个yes给我一下 有看到吗 OK看到啊 OK 凯琳谢谢凯琳 OK 谢谢余文 OK 谢谢好 Patrick thank you OK OK 所以今天我们要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堂课哦 是叫做成功推荐流程 之五大挑战 OK 所以我记得我新人的时候啦 OK 我第一次听这一堂课的时候 我觉得哇 如果不 如果 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一堂课 我的心是这样想的 知道吗 OK 有没有朋友已经是新人啊 已经是 刚刚加入 啊 可是你还没有听很多话 已经开始行动了 有没有 OK OK 有这样子的吗 有的打一个yes给我打一个 哦打一个e给我啦 刚才已经打了yes 打一个e给我 啊 是conny对不对 kenny对不对 OK 所以大家都跟我一样哦 也是一样哦 我行动到一半 我才发现了喂 如果我早一点听这一堂课 我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咧 真的是少走很多冤枉路 现在对到的挑战就是这五个挑战 如果比起我们做外面的生意啊 其实是少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呢 OK 所以首先呢这一堂课想要跟大家讲啊 啊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再否认我成功啊 第一件事情啊 你就要首先就要什么 你就要先跳出框框 啊很多人啊都是什么 都是被那个框困住了啊 自己的思维困住了 困住了自己的是自己的思维 你知道吗 所以首先呢你一定要先跳脱那个思维 啊你要跳出来 你要在那个盒子里面跳出来 OK 你要怎样跳出来 OK 什么时候可以跳出框框啊 你要怎样跳出框框 哎 首先呢啊 OK 你一定要什么 OK 你一定要哦 OK啊一定要知道哦 很多人为什么一直在那个框框里面 一直跳不出来哦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五五怕你知道吗 五个怕 就是这五个怕 OK 所以我们怕什么 怕吃亏啊 哎有没有 有没有谁这边也是有这样的这样子 这样子的感觉 OK怕吃亏 还是怕失败有吗 OK啊 还是什么 还是怕被拒绝 啊 怕被排测 啊 甚甚至是怕没有能力 啊 有没有这五怕啊 有这五怕打上五了 OK so 谁有这五怕的 OK打上五 OK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OK 其实哦 这五个怕啊 到最后啊 其实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都是因为来自什么 来自啊 因为什么 因为你放不下面子 你放不下身段 哎 这五个怕其实都是啊 啊看到吗 这边红色这个字啊 都是来自啊 放不下面子和放 放不下身段 OK 所以啊 李嘉诚啊 曾经有讲过一个 我们要成功 我们一定要跟成功能学习好不好 哎 我们要成为百万富翁 哎 我们也要跟他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学习吗啊 李嘉诚是 大家认识吗 OK 他是谁 他是 香港 的首富对不对 OK 他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 就是什么 他讲啊 我什么时候可以成功 OK 就是什么 人家问他我什么时候可以成功 李嘉诚讲 只是讲这一句罢了 他讲我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先放下面子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啊 OK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人物了 哎 可是啊 当如果你还在停留在那边喝酒啊 吹牛啊 什么不懂也装懂啊 只爱所谓的面子 啊的时候 然后呢 哎说明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啊各位朋友面子可以当饭吃吗 啊 问下自己一句话面子可不可以当饭吃 其实面子哦是不能当饭吃 当你穷到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看到啊 啊 你看到有 有人真的是哦 哎通 买每个 food court 去那边卖 也是有了 啊 哪里哪里还有面子 不用没有想面子了的 哎 所以所以哦 一定要面 放下面子就可以赚到钱 因为哦 当你没有放下面子的时候 你可能你会你会怕 你怕吃亏了 有没有谁 有没有谁哦 是很怕吃亏的 OK 很多人哦 啊他很好笑的哦 OK 他来到服务我啊 来到来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啊 他就怕嘛 怕自己洗台 怕洗台给他 upline 哈哈 他觉得什么 啊他觉得他加入 upline哦 会不会 易了那个 upline啊 啊 等下我加入 upline哦 会不会 会不会哦 易了那个 upline哦 会不会哦 让那个 upline 赚赚很多我的钱 啊 哈哈哈 还是什么 啊 来来这边是帮助 upline 赚钱罢了的啊 啊 好心 啊 你深层去想一想啊 这个问题啊 请问一下啊 你来的时候啦 你什么都不会 你觉得谁利用谁会多一点 哈哈哈 哎你觉得你会利用 upline多一点 还是 upline会利用你多一点 OK 啊 OK你什么都不会 你要你的 upline利用你什么 对不对 OK啊你来你还要用 upline的时间呢 你还要利用 upline的时间呢 你还要他教你东西嘞 而你很多的东西不懂你要问他嘞 对不对 OK 所以哦我们要搞清楚知道吗 OK所以这个第一个东西哦 啊我们要我们要啊 最重要我们不要怕吃亏 对OK 第二个什么怕失败 OK 所以有听过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啊 所以 今天很呃 今天很简单的如果你是怕失败的话 就等于你是怕怕成功了 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对不对 所以来这边你没有理由想要失败吗 你来这边是要成功的好不好 ok 所以每个成功者都一定会经历过啊无数的失败 就好像你小时候啊你学走路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ok你第一次学走路你站起来的时候你跌下去哦 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因为跌下去哦 哎呦跌倒哦 跌一次哦你就怕了 ok我不敢再再再再学走路了 有吗 没有吗对不对 ok那个时候你妈妈也是叫你站起来吗对不对 ok啊不要怕跌倒要站起来 ok 所以就是因为你跌了很多次啊 啊你才学懂怎样站才学懂怎样走才学懂怎样跑 不然今天你就做轮椅了好不好 同样的道理来的 ok 所以啊千万不要害怕失败啊 因为你要明白这个是一个啊定律来的 要成功必须先经历失败的好不好 ok so怕被拒绝啊 怕被排测有没有谁也是这样这样子啊 怕被怕被人家拒绝怕等我去跟人家讲啊 不知道会不会给人家拒绝啊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啊 然后被人家排测啊 然后不要给我做朋友啊 其实很多时候你想太多 啊因为什么 因为你太在乎什么 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啊太在乎别人怎么去想你 因为什么 因为你面你把面子看得很重啊 你才会这样想啊 ok 你把你的身段看得很重啊 ok 怕人家会不会笑我啊还是什么啊 ok 所以哦 所以你就会哦 你就会怕被拒绝怕被排测了 ok so 再再再来啊 我们来看啊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怕没有 怕没有能力啊 ok so 如果哦 医药剂这一样东西哦 我们天生我才必有用 好不好 ok so每个人啊 啊每一个人啊 ok 生下来啊 都一定哦 一定有他的他的发挥的发挥的地方的 他可以发挥的地方啊 ok so千万不要怕没有能力 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能力啊 都是学回来的 你会讲话也是学回来的 你会讲华语也是学回来的 你会讲英语也是学回来的 而如果你怕你就没有 你今天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好不好 ok你可能还还还不会 还不会讲妈妈咧 还不懂的叫妈妈咧 对不对 所以哦 千万不要怕 因为怕是最可笑的一个东西来的 ok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哦 啊 就在在服务我失败就是因为一个字怕 啊怕什么 ok so 其实哦 ok啊 这边有一个真人真是要跟大家讲了 ok 以前哦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英国兵 啊 然后啊就是 那时候打仗吗 世界第二大仗吗 有一个英国兵哦 被日本兵抓起来了 ok被 因为他们打到过来的时候啊 那时候啊 日本兵打到过来的时候了 ok 他们就抓了这个 呃 按摩 啊放他进去一个 一个很黑的一个 一个房间里面哦 要做一个实验 ok so那个时候呢 ok 那个房间黑到伸手不见五指了 啊 so然后他做什么 他们就 把他绑在椅子上面哦 然后呢 就跟他讲哦 等一下我会拿一把刀刮你 呃划过你的手腕 啊 割你的手腕 啊等你流血流到干哦 啊 流流到干到死为止 ok 所以那个兵就很怕 然后结果他们做什么 他们拿一块冰块呢 啊 啊冰块啊 不是刀啊 是用那个冰块啊 在他手上轻轻划一划 啊 他就当那个冰是一个刀 这样子放在手上划一划哦 结果他们就把那个冰块 放在桌子上面啊 旁边 那个那个冰就以为什么 以为他的血在流 啊 就很怕 然后结果两个小时过后 他们进去哦 他们也吓到耶 这么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冰是死掉了耶 那个按摩冰 你们懂他怎样死的吗 ok 他们也不懂啊对不对 so他们就叫那个法医 啊来解剖一下 哈哈 so他一解剖一看哦 那个法医讲什么 证实了是心脏病死的啊 他是被吓死的 ok 吓到心脏病死 你知道吗好不好 ok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小时里面哦 其实那个冰他的手都没有被刀割哦 他其实他全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 你知道吗 他想象他被刀割了 他听到那个水声 他就在那边想象他的血流了很多 哎呦 吓到自己哦 吓到脸轻轻死掉了 ok so很多很多人呢 今天来到佛AV 他们就好像那个按摩冰这样 你知道吗 全部东西啊都是想出来 你知道吗 还没有发生你要记得啊 怕这个东西啊是想出来的 怕是虚幻的 根本没有发生东西 哦很多人还没有出门哦 就想惨了 等下我约有朋友 朋友会不会不出来 惨了等下我约有朋友 会不会哦 我的朋友哦 啊见了他过 我们连朋友都没有了做 啊惨了 等下我的朋友会不会骂我 惨了等下我的朋友会不会笑我 ok so结果到最后还没有出门呢 就自己割 割手腕了在那边 滴滴滴滴滴滴到死掉了 有没有有没有谁觉得 跟自己很像的有吗 ok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像 那个按摩冰的有吗 ok 啊 啊 so那么啊我其实也看不到你们的 看不到你们的那个 chat room啊 啊有看到啊 因为我在开这slide是没有什么看到的 ok so有看到有人讲下死啊 算命死对不对 ok so 不要做那个啊不要算命啊 要要什么要要勇敢的突破 跳出那个框框好不好 ok so那么啊接下来哦 ok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成功5个D 哎今天你要成功啊你一定要一定要有 一定要不只是知道什么 一定要做到 知道不没有知道不重要的 很多人讲哦 5个D罢了吗 我懂啊等下我跟你讲你会讲我知道啊 ok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到才是重要吗 好不好 ok so很多人哦知道但是没有做到 所以为什么没有成功 所以今天你要明白哦 哦 5个D的第一个D是什么Desire Desire就是什么就是渴望好不好 ok 渴望是什么 渴望就是哦 今天你来这边你是很饥饿的 ok我是哦 一定要成功啊 你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各位 ok想是不一定成功的啊好不好 啊很多人想我来这边我想要成功哦 想和渴望成功哦 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好不好 想不一定会成功哦 你一定要渴望成功你才会成功的好不好 ok so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direction方向啊 啊 so 方向很重要 ok如果你的方向都错了啦 ok啊你再再怎样努力都没有用啊啊 再怎样努力都白费有听过一句话吗 ok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ok so 今天如果你人在在哪里在KL啊 你要你要去Zoho啊你一定是往南部走吗 对不对 你没有可能往北走吗 对如果你往北走的话啊 你就你就越离开你的目的地啊 你越离开你的目标越来越远了好不好 而你是永远不会到你的目的地的好不好 ok你只会偏离你的路线越来越远 所以你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努力一直没有看到他要的东西 越努力越死就是因为他方向错了好不好 所以你走错方向你去说你走到去去到去到上面北马去到跌去海里面都可以 ok so 不是开玩笑 所以人生的方向只有两个方向罢了 ok第一就是当老板啊 ok打工和当老板罢了 ok所以哦 好大家要记得ok方向一定要对 啊一定要当老板 哎千万不要打工一辈子好不好 ok啊打工 打师傅怎样讲了 打工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打工一辈子你就到错得错了 对不对 ok 人家敖华人都有一句话吗 叫做供给谋出头吧 工资是没有出头的好不好 ok 所以哦啊方向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什么 decision决定啊决定也是很重要 ok so很多人啊就是哦就是欠缺那个决定的那个能力啊 ok很多人没有这个决定的能力 决定是一个力量来的好不好各位 ok so千万不要哦 心大心小啊心大心小哦你是很难诚识的 哦方向对了方法对了平台对了啊 你就一定要去了ok 不要还在那边想哦啊很多人输什么输在犹豫啊啊 赢什么赢在行动啊你决定了你就要行动了好不好 你就要去了ok不可以哦决定了哦 还在那边也连决定都还没犹豫不决 而就很难成大事了ok 说决定很重要啊决定了呢你一定要有什么 你一定要discipline几率啊还有determination毅力这两个啊 啊来来support你ok你才可以啊走到你直到你成功为止 哎你决定了未必会成功 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没有discipline ok 你要明白哦今天你来做forever啊 forever是一个marathon来的 forever我就好像一个marathon来的 ok so你不要以为啊marathon啊你一来你就要哦一定要哦跑到哦最快那个啊出完你所有吃奶的力哦一定要拿完成为最最快那个ok so很多人呢就是什么很多人呢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没有能力他有能力的 ok 他哇可能你看到很快爆发点很强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坚持啊 so没有持续啊没有没有discipline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哦王永庆啊台湾的首富曾经有讲过一样一句话叫做 啊任何的生意啊做一年得其要领做三年必有所成 ok so如果你第一年哦你很努力做还没有看到成绩哦不要放弃 因为什么因为你来是学功夫的好不好 ok 你来这边呢哦啊你持续的做哦 consistent 下去啊三年过后 而你一定会看到你要的成果 ok 这个就是哦 ok 王台湾的首富曾经讲过的东西 ok 所以哦来这边我们不是比谁快我们是比谁稳啊 啊 so哦爆发力有固然之好如果没有的话哦 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哦而不见掉人有的人可能做两个月你看不到他了啊哈哈哈 ok so跟我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同一时期来做forever的人也是哦很多 哎但是哦到今天呢有一些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你们懂啊 ok 是有这样子的人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discipline ok 他们没有毅力啊毅力很重要的 ok so然后毅力就是看你坚持坚持你的坚持力啊够不够 够不够久啊 ok 你能不能够经历人家打击了过后还可以站起来啊给人家泼冷水哦 还可以还可以哦有那个毅力啊还可以好像那个Rocky这样 你们懂Rocky吗啊有看过有听过Rocky的有看过Rocky的那套戏吗 啊打boxing的啊啊人家打那个Rocky的时候那个Rocky倒下去哦 ok他又站起了哦打他10次倒下去啊站起来11次哎 哎打他100次他站起来101次哎哇打到那个人的拳头都痛了哦 那个人那个那个Rocky还是要站起来你知道吗 ok吓死那个吓死那个对手啊所以哦 哎今天我们来做Forway我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哦要像Rocky这样打不死的精神好不好 我们要打不死的精神好像小强这样啊打不死 哈哈哈 ok so而且我们要好像篮球这样人家打我们打我们一次我们要我们要反弹起来更够力 哎人家打击你不用紧你要你要更加你要反而你要你要你要更加的证明给他看 ok 啊他是错的 ok你要给他看到哦啊你你能够在否为我发光发亮好不好 ok so要有篮球的性格 ok so明白了吗这5个D啊明白了啊打个5给我好不好这位啊打打个5来我们看一下你明白啊啊明白不重要啊做到才是最重要好不好啊也是跟我一起听听这一堂课啊几年前呢我记得我刚我一起跟我一起来做的哈哈啊跟我一起听的 这听这一堂课的呃伙伴也是有很多 ok但是有一些也是不在了哈哈因为他们可能他们就是没有跟到这个5个D 所以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各位朋友我们我们我不希望多几个月看不到你了因为你没有你没有做到这5个D好不好 哎so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什么目标设立是非常重要 ok so你当你已经哦已经决定了 ok你要成功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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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这5个D你一定要做好你的目标设立 因为那个目标就是你的方向了 ok so你只有设立好目标你的你的那个力量才会集中 ok so要怎样设立目标哦你哦设立目标很简单就是跟着这个smart smart啊大家背起来smart s是什么呢s就是specific ok so今天你要很清楚你来4A5啊你是要做什么的啊 ok 你不可以哦你你不可以来到这边呢你不懂你要做什么呀进到来ok 我不懂我这么会来了这边哈哈哈 ok我来这边你来这边一定有原因的吗你要想回去当初你为什么会来 ok呢所以来了这边呢你一定要哦搞清楚你的目标 你来这边的目标是什么你要来赚钱你要赚多少钱啊不是赚很多的钱啊很多的钱是多少钱很多人讲我要赚很多的钱但是哦你问他多少钱他不知道他答不到你啊5千也是钱吗10千也是钱20千也是钱30千也是钱好不好 ok so你要很清楚你要赚多少钱啊哦一定是要清楚哦你要买车啊你要买什么车啊你要买什么车啊三轮车也是车吗对不对啊 so你要买什么车你要买BMW还是你要买mercedes啊如果你要买mercedes的话你要你要买什么model啊你要买s class e class还是啊啊d啊什么class啊啊ok e class ok还是什么颜色ok什么颜色你要懂 哎这个才叫清楚越清楚越好好不好ok多少ok第二什么第二个就是哦measurable是可以测量的就是可以被衡量的ok so哦所有的东西可以哦所有的目标一定是要可以衡量的啊比如说你要赚钱你要赚多少钱5千啊10千啊20千啊多少钱就是那个钱来的啊RM就是一个衡量的单位哦一样cc也是哦有100cc有200cc哦有300cc啊 啊你买那辆车那辆车是多少钱啊那辆车是可以被衡量的吗是可以被钱来衡量每个月要供多少钱你要明白吗你要知道吗OK这个才是目标ok要搞清楚 ok第三是什么achievable ok目标一定是要可以达成的啊你不要设立一个目标哦是哦啊设立到去太空是没有可能达成的东西好不好啊在那个大海里面捞一只灯是不可能做到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设立一个目标呢OK是哦目标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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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可以大啊目标啊要要要要大吗才有挑战吗而你不可能设立一个目标是你已经做到了的那个不叫目标好不好啊你已经做到了的东西哦曾经做过了的那个不叫目标你要设立一个你还没有做到的的目标 OK啊比你比你做过的目标高一点的啊比较高一点的有挑战性的你要有感觉到可以挑战的哦比如说比 你的目标高一个30%啊你不要高1000%这样是不可能的吗 对不对所以说高一个30% OK比如说你做到10,000块的收入哦你下个月你 目标要13,000啊比如说你哦这个月做到哦做到 做一个 5cc 了 比如说这个下个月要做一个10cc 比如说这个月做到25cc 下个月做一个100cc 所以100cc就不对了吗 25要变100 你要25要去50 50要去100 100去150要有那个 注意的那个那个 那个节奏 ok 所以很重要 然后第4是什么 第4就是relevant要相关联的 你设立的所有的目标 一定是要跟你的人生 要跟你的人生 人生的成功是有关联的 如果你设立一个目标 是跟你的成功 跟你的成就 跟你的未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不叫目标好不好 那个不是一个好的目标 也是有这样的人 有些人什么 他决定了 我要 他就打game 我要破多少关 我的目标是要打game 打game就跟你人生 没有那个 人生成功 没有关联的东西 而且他是来消耗你的 消耗你的人生的 ok 他没有帮助你达成目标 对你的那个人生 是没有加分的东西 ok 你要看多少集联系剧 今天我决定了今天 假期我要看多少集联系剧 那个不是不是一个有关联的目标 他跟你要打要完成 Forever to drive 完成一个manager 没有关系 ok 那个叫没有 没有relevant ok so那么第五是什么 第五就是要有期限的 所有的目标 一定要有一个期限的 不可以说 我越快完成越好 几时要做到 尽快 尽量 尽快尽量 那个不是时间 那个没有时间的 那个不叫目标好不好 因为如果你讲这种话的人 永远都没有看到他会完成目标的 因为他根本不懂他几时要做到 所以说今天你要完成的 比如说 我要完成F2D 几时要完成F2D 我要用4个月 我要做manager 我要用多少个月 ok 5个月还是6个月 比如说 ok so全部是有 有一个日期的 ok 要上一个manager几时要做到 ok so 千万不要我希望了 我希望我会做到 我希望我几时可以 我希望我 越快做到越好 希望是没有用的好不好 ok so 这个就是啊 如何来设立目标 ok 接下来 ok 就是什么 好 接下来就是哦 大家要知道哦 啊 当你设立了目标 你要有planning吗 你每天要做什么东西 你才会去完成你的目标 所以哦 ok 每天要做的哦 5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就是哦 要大家明白哦 一日之际在雨 昨天啊 很多人讲一日之际在雨 成的那个是哦 那个那个是过去了哦 啊如果你还是你你早上才起来才要想你今天要做什么哦啊你就out了哎啊你那一天你就浪费了的有的人早上起身了哦都都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能划一个手机划两个小时就没有了你知道吗一起床就在那边按手机两个小时就没有了哦然后半天就这样子没有了然后到过后我才才才才紧张什么东西都做不好了ok所以哦哦哦你今天你如果是哦啊今天要做的东西呢你昨天就应该要决定好了 你今天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你就应该排好好了啊就好像比如说ok你看到哦啊这个是我的时间表啦ok啊你可以看到时间表你可以利用很多工具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有这个时间表啊你都可以用啊来哦来来来来排列出来你每一天要做的东西啊每一天要做的10样东西是什么啊你你一年你一天可以排10个啊做到你要做的东西啊哇 哇你一年比别人做了啊多少个多少多少啊哎36500 哈哈哈哈3我都不许算了ok你比别人做多了很多的事情好不好ok so哦ok做forever啊是不是fulltime很多人讲啊我来做forever我要fulltime做或者是我要part time的做有吗ok so做forever不是fulltime也不是part time他是什么他是anytime的ok我们是走到哪里去到哪里 可以啊做到哪里啊啊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做到哪里我们去我们去旅行啊啊我们也可以推荐那个导游下来啊我去我们去旅行啊我们在飞机上面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推荐隔壁的人下来啊哎我们去剪头发ok那个那个剪头发那个人也可以被我们推荐下来包括什么我们去庆祝情人节啊你们懂我是怎样被推荐下来的吗我被data desmond推荐下来你们懂啊我是怎样被推荐下来啊我是跟我跟data desmond怎样认识 我们是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啊庆祝情人节认识到了好不好哎这个是我们呢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庆祝情人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跟data desmond还不认识啊他们哥这么巧啊啊整个餐厅只有两桌人罢了那时候ok data desmond是后面这一桌了ok so那么吃到一半的时候啊吃到最后的时候啊so 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认识了啊看到吗ok到最后啊ok啊就这样子我跟data desmond就结缘了好不好我们就啊可能啊data desmond要拍照哦 我就过去帮他抓一下相机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啊啊这个就是啊就是很自然的每一天我们去到哪里啊走到哪里啊都有人的 ok 啊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是我们推荐的对象哎就这样子啊我就今天我就出现在forever了好不好 ok所以哦不要放过你身边哦啊的任何一个机会你可能去旅行啊做个飞机哦可能隔壁那个人就是你的老鹰了你哪里会知道对不对哎啊 啊你看到吗拿着老鹰这本书到处走的我们去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出出国去阿布达比啊我们第一次做做到forever的trip哦第一次跟forever的trip哦 你看到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的log of attraction很强的我们的吸引力法则我们都在想啊我们要推荐我们的老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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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会不会放过任何任何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机会然后啊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是我们老鹰嘛呢这个是美珍来的 我的女朋友美珍啊所以你看到啊等一下啊OK看到啊 要每个在做啊 每个在做啊 每个在做啊 最小的第一步啊 最小的我们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们来的免费的嘞 OK 回来了OK 所以我也啊 除了美珍了我们也分头行事啊我我做另外一边吗啊 我也认识到啊认识到 哇啊被空姐刚好旅行 啊来跟我同一班机这个空姐OK 所以这样认识啊 哎我们去去到阿布达比我们要租车吗 Herts 有听过Herts吗 OK 所以我们就租车我第一次在在外国租车了 然后那个租车的人又哎啊 又又讲哎这个我看过了 然后我们又开始聊了 我又给他看了 OK 然后我们去那个阿布达比的那个酒店啊 那个Hilton Hotel 我们每一天很多 哎我的人哦都在那个早餐那边吃早餐的地方 OK so 可是啊啊 然后没有人推荐那个waiter下来我们去推荐哦 哎我们推荐阿布达比的 这个是美珍看到吗 啊在那边解释了哦 这个是Catalog 阿布达比的Catalog 永久生活化 生活永久化 否则我不是我们不是来否则我上班好不好 哎上班你有分啊 早上8点哦 5点过后我就我就不要做工 我就不要做工了 OK 或者是啊 假期今天假期啊 假期我不得空 啊今天Family Day 或者是今天啊 今天是是那个啊啊啊啊 我的生日 所以啊今天啊 我没有做否则我啊 或者是今天我大Grab不得空 不得空做否则我我们大Grab 我们那个Grab的Driver也给我们推荐下来的好不好啊 我们大Grab我们也是可以推荐人的 OK so那么啊 OK背熟我们第三个背熟啊啊 背熟产品和讲经济话 OK so 我们听一个啊 好像你要怎样背熟 就好像听一首歌这样子啊 你听一首歌听一次不会唱 张学友的歌你听一次不会唱啊 你听十次 连续听十次啊 你就会唱了的好不好 OK 如果你听十次还是不会 你听二十次 你倒反回来你都会唱好不好 OK 所以要在短时间里面 OK 听 坚持不屑 OK so坚持不屑 OK so你为什么要学啊 首先第三个这个啊 为什么你要你要背熟 因为当你背熟的话 你独立的快啊 你的速度才会快 OK 你的速度 你成功的速度会更加的快 你不需要只是每一次 要等 upline OK so第四要坚持不屑 OK 像刚才我们讲的consistency 我们的毅力要有 OK 人家打你多少次都不会倒的 然后100%的专注你的目标 各位朋友记得啊 OK 100%那不是99%啊 so 今天如果OK 你没有办法100%专注 你是很难成功的 啊 你得空就专注 不得空就专注 专注哦 就是等于得空就成功 没有得空就不成功 啊 so 李中伟今天成为世界打鱼球的一哥 啊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他很专注 只是打羽毛球 你没有看他去打篮球 打冰棒 打Dennis踢足球了 蓝 OK 迈克 Jordan成为篮球之神 也是因为他 他是很专注 他只是打 打篮球罢了 然后你没有看他去打打其他的球 OK so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Legend 今天如果你要成为Forever的大将 你要成为Forever的Legend OK 所以你就要100%的专注做Forever 不是又做东又做西 什么都想做 什么都要做 然后根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Forever 为什么Forever是你的唯一 你也不知道 OK 所以你就很容易 你就会迷失方向 OK 所以你就很难在这边成功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每天做的5件事情 然后最近呢 有一位 有一位新人冒出来 OK 他很凶 他最近非常的凶 他们两公婆 神雕侠侣 你知道吗 OK 所以他们呢 在短时间里面 他们是2月尾加入 2月尾 2月22号 加入 在短短的2月只有6天的时间 他们就 他们就做了8cc OK 做了8cc 加自己的那个VIP2cc OK 他们就赚到了1500多块 回本了 OK 哪里找一个生意 一个礼拜就回本了 然后 你知道吗 3月份 就是他们第一次 第一次 把整个月 整个月的努力啊 你知道他们做了 做了多少cc吗 他们做了50cc OK 做了50cc 这个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不是做到了 他们是才设立这个目标 他们是第一天 他们3月的第一天 他们就很清楚了 他们2月尾 他们就知道3月要做什么了 OK 这个月的目标 是上个月决定 不是这个月才决定 好不好 一样的 OK 所以有 50cc 在一个月里面 他们做到了 他们赚了8000多块 OK 第二个月啊 就是 真正负慢啊 就是4月份的 就是第二个月 上个月啊 你知道吗 他们的目标啦 OK 他们做到了50cc OK 50cc啊 同样是50cc 他们赚了11000 他们做到 做到5位数 OK 在否则短短的第二个月 然后 这一个月 他们的目标啊 是100cc 他们提早10天完成了 就是在哦 前两天 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了 100cc的目标 OK 各位朋友 啊 so 他们的名字叫做 Nicole 和Aaron 你们懂啊 啊 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的主持人啊 我们非常漂亮的主持人 你们想不想要知道 他们每一天做的事情 他们到底每天做了什么 啊 为什么他们今天可以哦 在这么短的时间 达到一个这么惊人的成绩 想不想知道 如果想的朋友 打上想在chat上里面 打上想了足够多的想啊 我们才哦 请他出来分享 啊 如果没有的话啊 我们就啊 我们就算了吧 啊 哈哈哈哈 OK Yes OK so来 我们来邀请哦 我们今天的MC啊 啊 成为我们的一个 来成为我们的客串 客串 客串 客串嘉宾 OK 来分享一下 他们到底哦 在这短短的 两个月多的时间里面呢 他们是做了什么东西 啊 来Nicole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 谢谢哥 谢谢又把麦 拍给我了了 哈哈哈哈 OK 所以很开心 很感谢啦 在这个平台里面 OK 所以其实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你扣住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OK 那 很简单啦 首先我 很清晰 我知道 在这边是我要的一个平台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啦 就是我的Pick Why 我很清晰 我在这边 我到底我要拿到些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回去 OK so 给大家去大概了解一下我这本身 我以前我也是打过工的 所以我是知道打工其实是很辛苦 真的 你是时间给完他 但是呢 你 不一定是拿到你想要的结果 然后呢 after that 就是因为我老公影响到我 哎 其实呢 你真的是想要赚钱 你就一定要做生意 那么呢 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做生意的头脑 所以 当我认识我老公开始之后呢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们的想法就是做生意 那么 当然在做生意的过程之中呢 我相信如果是说 你们有做过生意的 大家都清楚 我们其实负担很大 OK 我们挑战也是很大 那么呢 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打过工啦 我知道 打工是我永远没有出路的 OK 那我也是做过生意啦 我知道做工 做生意呢 其实是很辛苦的 你要那个 除非是你很有资金 OK 除非是你很有 后面很有backup 然后你有很多钱来roll的话 那你可以去做生意 但是呢 现在的话呢 我告诉你们 做生意真的很难顶 OK 所以呢 当我知道 已经是经历了这些东西 我知道 我一定要去找一个平台 是真的低成本 而且呢 可以让到我们在这边付出 我就有结果的 OK so that's why 为什么我 当我看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发光 发亮 我的眼睛真的是 真的是发亮的那种 OK 那么当我去了解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有研究过 也是有了解过 也是有去看过 我们师傅的 我们国顺的一些资料 OK 然后呢 也包括这个品牌 其实已经很久了啦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 你们 已经是知道这个品牌了的 有很多已经是喝过的 OK 所以呢 对于产品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100% 是信任的 那么当然 最重要一点是 这个系统啊 在这边呢 我可以跟大家去讲啊 如果说 你们想要去找一个平台 他又有了系统给你的 又有了教育系统给你的 然后又有了所有的产品 全部知识 全部东西都ready了的话呢 我跟你讲 真的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OK 可能你会找到一个平台 但是呢 这个平台未必稳 可能你会找到 有一个教育的 但是这个教育 未必可以给到你赚钱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已经是全部东西ready了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我已经是跟我老公认定了 我本身 我现在还是在有自己的生意的 所以我算是一个 part time而已 我跟你讲 我算是part time而已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 你的经历放在哪里 你的收获就在哪里 我已经是确定了 我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一定要拿到结果 所以我就把我真正的经历 投入在我这个foreware的平台里面 那么反而呢 我这本身生意了 我就放在一边了 OK 因为我们看得到 我们生意已经是开始掉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首先 我们的这个big wide是很大的 因为我来到这边 我一定要拿结果回去的 OK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我设立目标 OK 我一来到的时候呢 我已经是看了 Costum Taskbar给我的一些视频了 那我就很清晰 我要知道 如果说我想要赚到钱的话呢 我一定要去到CBM 最起码一定要去到CBM 因为我们可以拿到美金 美金确 你懂啊 而且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奖励 这奖励呢 真的是数不完的 你都全部东西都可以拿到的 所以我就很知道 我很清晰 我一定要去CBM 但是我有问过Costum啦 我去这个CBM的过程 其实呢 可能你是需要时间更长 因为我是新人嘛 但是我说没关系 因为我相信 只要说我们有set一个目标的话呢 怎么样你都有办法达成的 或者说呢 你达成不到也好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你也是可以把其他的benefit都拿完 所以我的目标很清晰了 所以那算为什么我做过的东西呢 已经设定好了了 当我们目标清晰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台上分解我们目标 怎么样去完成了 OK 所以我们刚刚交入的时候呢 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是set了 set it了 我们要上assistence 我们要上survise 然后上assistence manager 然后上manager 我们已经是懂了 我们大概多久时间 我们要上去 所以最迟四个月时间 我一定要上到manager的 我自己本身是定了的 我跟我老公讲了 四个月时间一定要上到manager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清晰 那么当然真的是很开心啦 因为当我们定下目标的时候呢 我们从着我们目标的时候 去完成的时候呢 我跟你们讲 它真的是会提前到的 so that's why 为什么目标很重要 OK so刚刚高顺所讲的这些 渴望方向确定 纪律跟这个毅律 都是很中肯的 你们在这边真的是学习到 真的是去用的话呢 全部都是符合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当然我们也会一样 有会面倒了什么呢 可能会被拒绝 正常的 OK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心态一定要调整 OK 被拒绝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懂 我们现在是分享一个 好的事业 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 被拒绝的话呢 就代表 它真的是没有缘分 遇到我 它没有缘分 认识到我们 这个平台 所以 我们就 先放一点 OK 那也不代表 它之后不会找回我们的 就算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还在 所以这一点很 你Core所讲的是真的 但是如果是说 你跟人家讲 哎 我跟你讲 这个很好做的 你一定要来做 然后做到现在 你人都不见掉了 我问你啦 你觉得你朋友相信你吗 永远 他都不会相信 所以你要敢开口 敢开口呢 然后呢 要真的是承诺 在这一边 我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拿到我的结果 然后呢 你去找他 他虽然说 现在还不加入 但看到你 真的是一步一步成长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加入 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呢 我们设定下了目标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完成了 什么完成呢 就是我们要谈多少个GP 我们要去邀约多少个人 这个时间是已经 公司付不了了的 OK 我们要先比如说 我们 要去做什么 刚刚开始 可能没有人卖 学做TikTok OK 没有人进来 没关系 就是坚持去做TikTok 坚持去 OK 我也是一个学会 独立一定要学会讲GP OK 所以呢 我是一天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学习了几天之后 我是每一天去看YouTube 看师傅YouTube 看高顺的YouTube After that 我就开始自己去讲GP 因为 郭顺把我去讲了几次之后呢 我就开始自己去讲 所以呢 就好像师傅所讲的咯 讲时没关系 对不对 你讲了 你就是去讲了 人家你面对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应对嘛 所以一定要去讲 所以呢 我就是一天排四场 每一天啊 四场到五场的 就是我的时间是十点 而一时你早上看不到 我就是因为我在讲GP了 然后呢 早上十点 然后呢 两点四点 八点十点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schedule 我是尽量是排满的 除非是说那些人 他们没有曝约罢 但是呢 有曝约的话呢 他们都会来 那after that呢 就是慢慢的开始 师傅他们回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接力咯 就有接力到师傅咯 就是尽量去做TikTok咯 然后呢 就把这个东西互相接力 好像比如说现在师傅 他可能已经没有master class的话呢 我就自己去讲GP咯 所以尽量是把自己的时间配好 然后呢 去学习咯 基本上哦 我跟我老公呢 是不停的 就是 Youtube啊 我们在一些课程呢 我们是反复停的 停了再停 停了再停 就好像 好像葛顺这样呢 我们是一直play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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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力咯 所以 而且还有一点呢 这一点很重要啊 OK 我觉得你们也是要 应该要跟我一起去学习啊 我跟我老公呢 每一天早上起来啊 我就直接跟我老公讲什么 我们 CPM 今天要签五个 今天我们要签五个 所以呢 我是个老公呢 是有这样的一个每一天早上 嗯 CPM 今天一定要签到CPM 然后今天要签五个 所以你不管 你不要管它 可不可以 但是呢 你自己本身 你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CPM 啊 我一定要签五个 然后我一定要签五个 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 那我跟你讲 吸引力法子呢 它真的是会 吸引 被我们吸引过来 然后呢 我们有试过了一天前四个 一天前四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想法 吸引过来 也包括好像 那时候GOSEN讲 我们不是讲我们要去见HONAMI 那两天时间 真的那两天时间啊 我们讲我们要去见HONAMI 我们要见HONAMI 真的是很多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法子来的 所以呢 我们是相信啊 我们不是相信而已啊 我们要讲出来 OK 我可以的 我在这边 我一定可以拿到短个VIP 每一天 每一天讲 我跟你讲 真的是每一天讲的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相信了之后呢 去做就有了 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法子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 我们thank you一下 Nicole啊 大家来一起写 来刷上爱心 来thank you一下Nicole 给出她的分享 毫不犹豫啊 毫不保留的跟大家分享 她这两个月来做的东西 所以其实哦 OK 你从Nicole的分享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了 她到底哦 啊 她到底为什么会有成绩 对不对 OK 所以哦 刚才 哎 有没有发现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东西 她都有在做吗 对不对 OK 每天做的五个五件事情 就是哦 啊 就是一日之际 在于昨天 她每一天知道 她的分门已经排满满了的 OK 然后 全部哦 坚持做做 这一定要做到为止 目标很专注 很清 很清楚 知道自己的目标 OK 而且他们是有做目标 要设立的 她讲她以前也是打过工的嘛 所以其实打工的人啊 打工的人是不懂怎样设立目标的 因为都是老板在当他设立目标嘛 对不对啊 KPI多少 所以哦 很正常如果你们不懂怎样设立目标 很正常 因为可能你们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在打工 可能你做销售 你就需要做目标设立 可是今天你来到Forever 你不可以再当你是打工的人 打工的人的心态来做Forever 因为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 你是来做生意 你不可以带着打工的人的心态 所以你得有老板的心态哦 一定要建立 好你的老板的心态 所以哦目标很清楚的 你看 Nicole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她知道哦 她几时要做到啊 有时间的 是有时间的 她4个月要做到美内 你就有看到吗 然后她 她结果她两个月做到了 哈哈哈 两个月她就做到了 OK 说我啊 做TikTok也是有关联到吗 因为她要做Master Class 所以她做TikTok哦 她就可以有lead进来 就可以进到去师傅的Master Class 可以接到师傅的lead哦 OK 所以全部全部东西还有衡量的 要多多少cc 她已经知道了的 一天要5个 每天早上起来 她就讲我要5个 我要5个VIP 我要签5个人今天 所以结果她就真的是签到了 OK 没有签到5个 也签到4个也很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哦 这些都是哦 每一天都在做的东西是真的 是很真实很真实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要discipline记得各位 一定要这个discipline 还有这个毅力 OK 5个D一定要抓住好不好 so 那么接下来哦 OK 所以准备好了吗 我们进入什么 进入哦 推荐流程的5大挑战啊 OK so 大家哦 要知道啊 如果今天你要成功的推荐哦 其实你你你你在推荐的 推荐的这个流程 你只会面对的挑战 就是这5大挑战 哎 就是这5大挑战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约了不来 然后第二个就来了不听 第三就是听了不签 第四就是签了不做 然后做第五就是做了做不久 啊 有没有谁也是有这5个问题的 有没有遇到这5个问题的 有的打打5来 啊打一个5来 OK 所以也是有遇到这5个问题的 打一个5来 我们看一下多不多人啊 啊 大家有没有遇到遇到这个问题啊 哇 OK 所以看来大家都遇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啊 所以想不想要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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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了约了一定来 来了一定听 听了一定签 签了一定做 做了一定做很久 哎 如果想要的话啊 OK 准备好你们的笔记哦 啊 我会带你们去啊 去解决掉这5个问题 OK 说这5大挑战要怎样解决 首先呢 第一到第三呢 就是约了不来 来了不听 停了不签了 这3个挑战啊 然后问题都在于是技巧 OK 都是技巧上面的问题罢了 OK 说然后 签了不做和做了不久啊 就是他进来了 再 然后他不做 然后他做 但是还又做不久啊 这两个挑战呢 其实是跟态度有关系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 约了不来 OK 所以首先你一定是要约人来嘛 对不对 OK 所以那么啊 要怎样 怎样邀约 很多人不懂怎样做邀约 你知道吗 哎 大家要记着邀约的规则是什么 邀约是不等于说明啊 啊 邀约不等于说明啊 OK 记住啊 OK 很多人呢 邀约的时候他就 什么东西都在电话里面讲到完了 所以你的prospect也不需要来听了嘛 对不对 OK 所以哦 千万不要犯这个错 OK 不要在电话里面什么都讲 讲到完哦 有时候问题是什么 这么不要在电话里面什么都讲 因为你开始讲的时候哦 然后可能人家就会开始问很多问题 OK 他问到你不会答的问题哦 啊 然后冷水就来了了 我跟你讲 啊 这个时候冷水就来了了 OK 所以哦 你要懂吗 哎 你要你要 你可以 你可以暗示 啊 你可以给他 你可以给他 哦 啊 一点点 哦 知道一点 不知道一点 你不要全部东西都在里面跟他讲 你只是要提取他的兴趣来不了 你不 你不要在里面就跟他什么都讲到完了 OK 然后你可以要要邀约他出来 啊 见到面才谈 啊 OK 所以哦 啊 你要你要比如说你要邀约来会议 你可以做t out OK t out t out这个会议还是什么 OK 所以前面不要在邀约的时候 你就哦 啊 就谈公司谈产品谈制度 啊 有的人什么 有的人在邀约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啊 公司啊 产品啊 啊 制度了 OK 所以记得邀约是三不谈 不谈公司 不谈产品 不谈制度 OK 啊 因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讲到啊 讲到公司啊 哇 我们有很大的卢卉田啊 然后你的朋友问你啊 卢 你们的卢卉田在哪里 哎 死了 这个我没有听到 没有问到 OK 你就你就假辣了了 啊 他就对你没有信心了 啊 然后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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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来的不一来 啊 OK 所以我记得啊 OK 啊 千万不要啊 在邀约的时候 电话里面 如果你要邀约啊 也不要 不要超过三分钟 因为你在电话里面 你讲三分钟哦 你 你就通常你都是进入GEP了的啦 你自己在电话里面讲啊 所以 我很难想象啦 你怎样在电话里面讲GEP哦 OK Dr Desmond做到今天啊 世界的top了 你知道吗 他都一定要啊 见到面 或者是在Zoom里面才可以讲到GEP的 OK 他也没有办法在电话里面讲嘞 哇 在电话里面怎样讲哦 你画一个圈 啊 我们是没有中间人的 啊 那个中间人没有的啊 我们第一带6% 2% 3% 2%啊 哇 你要怎样讲是不可能的吗 OK 所以哦 通常哦 你这样子讲哦 人家越听越 越听越 越恐怖你知道吗 OK 可能听听下哦 他就他就不要来了 啊 或者你讲到 啊 讲到哇 啊 Forever OK 啊 哦 Forever 我听过了哦 那哦 哦 我听 我很早就听过了哦 啊 OK 所以他可能听过名字罢了 他就讲我听过了 哈哈哈 OK so 记住一样东西 OK 千万不要哦 啊 在邀约的时候就说明一切了 OK so你可以约他 OK 啊 然后啊 你可以在电话 如果你邀约的话 你就是只是纯粹邀约罢了 啊 约他出来 见个面 啊 啊很久不见啊 出来喝茶 这样子啊 比如说 哈哈哈 啊 然后你出道来才讲 OK 然后而且哦 千万不要哦 有的人很喜欢什么 邀约的时候讲 哇 OK 我一个康头要介绍你 啊 我一个鲁棒要介绍你 啊 问题是什么 他不知道他的朋友哦 啊 我也是 很多人也是邀约他的时候 也是跟他讲 有康头有鲁棒的 知道吗 结果出道来哦 要全部什么 money game 啊 还是什么 结果他就跌进很多的鲁棒 你知道吗 啊 就这样子哦 哎 招了很多的哦 就就招招 招羊很够力 OK 所以哦 当你一讲到这个的时候哇 OK 他就很怕了 因为他怕你又是下一个 OK 所以哦 你就会 默杀了很多的机会 所以各位朋友要邀约是一个技巧来的 哦 很重要 所以你要千万不要踩很多的地雷 包括我们做tiktok 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在tiktok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讲公司也没有讲是什么产品 也没有讲什么制度的 对不对 好 也是有人问啊 upper business 我们没有讲的 OK 什么生意啊 这个是哦 也是很多人好奇 我们就是要引起他的好奇之行吗 了吗 我们要吗 我们要你自己来到zoom里面来到zoom里面听 好不好 OK 所以哦 一样的道理啊 你不管是做offline做online啊 一样的道理 我们都是啊 邀约 其实我们在tiktok 我们在post post 每一个tiktok 我们post a video 就一样我们也是在做邀约 其实就是第一个来的 OK 约了不来的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你曝光的太早了 你在tiktok的话 你可能你已经 你已经讲完了哦 我是做forway我的 forway我是什么公司啊 没有中判商啊 什么啊 你在里面讲 GEP了哦 就人家就不要来了了 啊 人家就不需要不需要进来听了吗 对不对 OK 所以可能他讲哦 forway我啊 我的亲戚也是有在做吗 他去找亲戚了 明白吗 OK 啊 so你就白白送走了那个机会好不好 OK so 一律不弹 约了 来了再讲 好不好 OK so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OK 就是来了 通常约了过来哦 啊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很多人就遇到来了不听 啊 人家来了不听 来了不听也是什么 也是也是技巧的问题 啊 就是你开门的技巧出问题了 OK so 通常呢 我们约了人家出来嘞 啊我们要懂怎样开门 OK so当然啦 一出来不要哦 通常没有真正直接的嘛 我们一定是什么 我们一定会哦 先问候一下对方啊 啊 OK 啊 最近怎样啊 好 很久不见吗 爸爸还好吗 妈妈还好吗 啊 你的孩子怎样啊 啊 你的小狗怎样啊 好 啊 5分钟就好了 不要等半个钟还在那问候啊 到时候你就没有 你就没有时间进入正题了 好不好 OK 所以哦 时间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握好时间 所以哦 接下来哦 你在还没有开门之前哦 你一定要先敲时间 好不好 OK 敲时间是什么呢 敲时间就是说 你一定要先 先先打探一下他 问他有没有赶时间啊 你啊 今天出来 你有没有赶时间啊 等一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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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然后等一下 我们见完面过后你要去哪里 啊 有没有 有没有要 有没有赶 有没有赶着去哪里啊 什么啊 哦 这样子有没有见啊 对不对 OK so 如果他讲赶时间 你就不要讲了 啊 等一下我多10分钟 我要去载我的妈妈 载我的孩子还是什么啊 啊 你就不用讲了 OK 因为10分钟 你知道是讲不到的吗 对不对 OK so 记得啊 so 如果他讲了啊 如果他讲哦 没有赶时间了 OK 有没有一个小时 有啊 有就可以了啊 你就可以开始想 这样了 OK so 通常呢 我们开门哦 我们都会用这个技巧哦 这边有一个技巧是哦 啊 Data Desmond 传授给我们的 哈哈哈 OK 啊 就是我征求意见 OK 啊 是师傅给我们讲他 这个是一个哦 百事百零 因为这么 因为哦 今天如果你来哦 你跟他讲 啊 一来一开口 你就讲哦 啊 你不可以打 打工的 打工是错的 打工哦 然后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OK 啊 你这样子是不会成功的 我跟你讲 你的朋友就不要听了 你的朋友什么耳朵都盖了 盖下来了 因为他 因为他不爽了 OK 啊 有的人是这样的 你要懂哦 有的人哦 他讲你凭什么要教我 对不对 啊 所以虽然 虽然他知道打工工资没有出头了 但是你这样子讲 你就好像在教训他吗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就千万大家要小心 不要犯这种错 OK 所以你要 你也不用叫他来做的 OK 为什么 因为有 有些人呢 你叫他来做 他一开始 他知道你要叫他做 他就 他就 他就讲 他就不要了 他可能就抗拒了 OK 所以要懂技巧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征求意见的 这个 方式 比如说 你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今天 因为你在电话的时候 你邀约的时候 可能他也是问过你了 今天约 这么这么约我出来 好 你顺利的话 可能还问都不问 他就 哇 真的很久没有见就出来了 对不对 赶你邀约的时候 可是有些人讲 邀约的时候 他就讲 刚才那个第一个 邀约的时候 可能就问你了 OK 约约出来这么 OK 你就跟他讲 很重要的东西 要跟他谈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请教他 还是什么 要请教他 什么事情这样重要 OK 就是很重要 所以在电话讲不到 电话讲不清楚 我们出来再讲了 所以如果他还是 还是很眼眼 还是要问这样多 哎呀 算了 你不得空就算了 OK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跟他求求他 OK 所以不需要 Selling我们要自己抓 记得 OK Selling一定要自己抓 OK 所以重点是 我约出来约了就容易了 OK 所以来了要给他听 因为我们最怕是他不听 OK 如果 Forever 我跟你讲 Forever是一个 很完美的一个生意来的 哎 我们我们最怕是他不听罢了 哎 Forever是零瑕疵啊 OK 然后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啊 所以我们最怕是他不听罢了 OK 我们不怕他听了 我们最怕他不听罢了好不好 所以 你要开门开队 你用征求意见的方式 就是可能你可以讲 今天 OK 愿你出来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我在研究这一个生意 OK 我想要去 我想要做一个生意 可能是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东西什么都贵啊 对不对 工钱那里够对不对 所以要找生意又不是那么容易 然后最近给我终于研究到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生意 但是我怕我怕我选错生意 所以我需要你的意见 需要你的意见 就是什么 我需要请教你 或者是或者是什么 我这一次愿意是请你帮忙我看一看这个生意 可不可以做 是我做啊 不是你做啊 OK 就是你明白了 那个意思就是我在做吗 我没有叫他做吗 OK 所以这个就是啊 其中一个方法 其中一个方式 这样子他就没有压力了吗 因为他觉得他是来帮你看吗 而且大家都出来了 对不对 你又这样 你又 你又 你又开到口了 对不对 没有理由 他不帮你吗 对不对 是不是 他也不想talk你手上咯 所以他就 他就 他就可能就 OK 他就OK 没有问题 对不对 OK 所以哦 啊 而且哦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哦 他要帮 他要给你意见的 所以他一定会听的 啊 这一 这一 这一个方法 很好用就是在这边 so 通常嘞 啊 你就不要自己讲 因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 你也不懂怎样讲吗 对不对 你自己讲 就一塌 可能讲到一塌糊涂 所以要懂怎样 运用这个ABC法则 就是哦 你要做一个B桥梁 bridge bridge 你的朋友是C customer 或者client prospect 就是你的 OK so 你不懂 你 你不懂 怎样讲哦 你就要请的话 你就要请你的 upline 出来 可能你的上线 或者你请他进来会议厅 OK 所以如果你是请你的上线的话 你就跟他讲 所以刚好 OK 今天 哎 今天我就是我有认识到这个 谁谁谁 你的 upline OK 他在这个事业做的很成功 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像 你扣了一开始就提到我了吗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赚了多少钱 啊 OK 所以现在月录多少钱这样这样子 哇 OK 然后我组织网很大这样这样子 OK 做到非常成功 所以哦 我请他来 解 跟我们讲解的话 是最好不过了 刚好我也问了他 敲了他的时间 今天他又得空 刚好这么刚巧 他又在附近了 哎 所以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 我就叫 我就叫他一起来 OK 所以你就可以请 然后你就可以请他来了 因为你的朋友 同意了过后 你就可以请他出来了 他就可以来了 啊 爱的就是通过zoom 爱的就是他来到你的面前 啊 OK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OK 所以这个 记得一定要懂得T-up 啊 比方去T-up你的A 啊 所以刚才 Nicole就是已经是 在做着T-up的动作 啊 一样的 啊 我们做online一样的哦 也是你邀请他 邀请他进来 也是有一个MC 在T-up那个讲师吗 对不对 所以哦 一样的 OK 那么第三是什么 然后当他开始听 听了听完了过后哦 最后就是什么 最后就是你希望他签单吗 对不对 最怕是什么 听了不签对不对 OK 所以通常听了不签的问题 在于什么 听了不签的问题呢 就是哦 啊 就是他们 通常一般上就是没有 没有地址 没有closing OK 没有closing 如果你没有closing呢 通常这么没有closing 因为他们都是啊 刚才我讲的 面子放不下 身段放不下啊 然后怕 怕很多东西 怕被拒绝 怕被排斥 这样那样 对不对 然后很多怕 就是因为那个面子 放不下 所以哦 如果今天呢 你连开口 closing都不敢开口哦 你的机会是零 可是如果你开口哦 你至少还有50% 你知道吗 OK 所以零和50你要哪一个 打在车路里面 大家 对啊啊 你要零还是要50 你讲了做了这么多东西哦 最后哦 啊 你要把机会送走 没有也不可能吗 对不对 你你讲 你开口讲 最少可能还有还有50% 的机会 OK so 所以哦 要怎样做closing OK 要怎样做closing 首先呢 就是要我确定对象的看法 啊 OK so你要先啊 完了过后嘞 啊 你就可以问你的朋友了啊 怎样 听到怎样 OK 好不好 OK so他就会回答你吗 好还是不好啊 两样东西吗 你觉得这个生意怎样 哎 两个答案吧 不是好就是不好了 对不对 如果他讲 好 如果他讲好固然只好了 对 如果他讲不好怎样 啊不好的话 你就问他哪里不好啦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我要做吗 我要知道吗 你的我要知道哪里不好吗 对不对 OK so你要你要你要给我知道哪里不好吗 如果你给我讲不好的话 OK so哪里不好一个一个问出来 问到完确定哦 还有吗 还有哪里不好没有 OK so哦 那你他肯定是哦 有不好肯定是他哪里没有听 没有听清楚 没有听懂 哎 so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又在丢给你的 umline 啊 然后你再请他请你的umline来哦 解决那个问题 OK so跟他跟他解决好的问题啊 所谓的不好什么问题 OK so解决到最后解决完了过后啊 就好了吗 所有的不好都变好了吗 你说好了的时候就是什么 是时候要成交了 哎 既然都这么好了对不对 你就要假设成交 你一定要哦 当他已经是要了 你不要去开口问他 有一个很笨的问题 你要还是不要 哎 哎我们一定要问对问题 我们要问二选一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问哦 哦 要和不要也是二选一吗 对对 问题是你问错问题 就很假了了 啊 你问他要和不要哦 他就有机会答不要了吗 对对 他的脑袋 你就你就等于你在program的头脑 问想要还是想不要吗 啊 原来我可以不要的 他就不要了 对对 啊 啊本来可能要了 给你这样问一问他 你他就变成不要了 好不好 哈哈哈 OK 所以要问问题很重要 要问对问题 你问问题 一定要假设成交 OK 啊 所以如果他已经要了 你要问什么 你要问他哦 比如说啊 你要自己啊 key in 还是我帮你key in 哎啊 既然那么好 啊我们一起来做 OK 所以这样 你要自己key in 还是我啊 我帮你key in f2d 打开f2d哦 啊 你就可以帮他 然后 他就可以做选择了吗 两个答案 他你自己key in 也是 也是你要的答案吗 啊 所以他自己key in 也是你要的答案 两个 都是yes 总之你两个问题问 都是yes的问题 就可以 都是你要的答案哦 问对问题很重要 就好像今天你去吃饭啊 你去外面吃饭 打包饭 你去打包饭 还是你去吃饭的时候啊 那个人 那个炸饭的人也会问你吗 Oy sick 你打包 对对 要吃还是打包 哦 你就自动会回答了的吗 如果你要你要吃那边吃 你就想sick 啊 如果你讲你要打包 你就自动会回答 打包了的吗 ok 是 如果他回答 他问你要还是不要啊 要不要吃 Oy sick 哎 你就会想一下吗 你等下 你等一下 我去那边看了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吃先 一去就不回来了了 我跟你讲 所以哦 今天有 做炸饭做到很成功的啊 会做炸饭的啊 他们也是上过课了的好不好 啊 他们也是来上过我们的课了哦 他们知道要问对问题 他问 他问sick 你就 你讲sick 就好像哦 ok 啊 有有些时 有些时候哦 如果你够信心的话啦 哦 那个朋友可能是你很好的朋友哦 哇哦 你直接就跟你讲 ic 哪来了啦 这么好对不对 哎 我们一起做 ok 来 我们一起做 ok 我们一起拍举手啊 你给我上以后 ic 哪来 而你就跟他填了 而你要帮他做决定 啊 有的 有些人是犹豫不决的你要懂 ok so 就好像你去外面 supermarket买衣服 你有没有试过 有人 有人 有那个sick 他他会 他也会帮你做决 做决定的吗 ok 啊 红色好还是蓝色好 哪一个比较好 ok 他可能他就直接跟你讲哦 我觉得红色比较称你 对不对 啊 so 这个就是 连卖衣服的sick 他们也是训练过了的 所以他们也 聪明的sick 他就会问问对问题哦 啊 不聪明的sick 他就问你哦 要不要买 啊 就完蛋了 好不好 ok so 有学到东西吗 各位 ok 就学到来 给我一个三啊 啊 ok so 了解了对不对 ok so 现在我们已经懂了啊 越了 啊 不来 来了 不听听了 不签的问题哦 哦 一定要 一定要哦 这三个一定要学会 ok 说哦 你越人人 越人人家一定要来的 所以你越人家 你一定要 你一样越人也是要问对问题啊 你不要给他 你不要给他一个问题就是 呃 你得不 你 你几时 你几时得空 几时啊 哎呀 不懂哎 最近很忙哎 得空在跟你讲了 你就问错问题了嘛 你应该stayling自己抓 你要给他问题就是哦 你问他 你拜三的下午的空 还要拜四的晚上的空 啊 你给他一个对的问题 你通常是白天还是晚上的空 这样的问题才是对的吗啊 如果他讲晚上啊 这样哦 拜三还是哦 拜三还是拜五的空 你你比较喜欢哪一天啊 这个就是对的问题 所以你要给他对的问题 啊 地点也是一样 你不要问 你一定要拿到地点哦 邀约一定要拿到时间跟地点啊 哎 地点 哎 你要约他 你不要问他要去哪里 你想要在哪里 我跟你讲很难选择 很冷就是有着选人选择困难症 啊 他就他就可能你就见不到他来了 啊 你直接给他两个地点选 啊 啊 要在这个copy.a 还是copy.b 啊 哪一个你要你要你要去哪一天 等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你直接跟他决定 OK 就在这边了 OK 懂了 会了没有 懂不懂 哎 知道了啊 OK 所以问问题很重要啊 so 约人也是一样啊 也要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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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啊 约了不来 这个就是你问你的技巧出问题了 OK so 约了一定要来 OK 记得不要犯错 来了一定要来了就要给他听啊 开门要开对 你开门开不对啊 他可能他就是坐在那边听啊 他人在那边辛苦在那边了的 OK 听了啊 就要递节 closing OK 你不要做了 你不要做了90%的功夫 到最后啊 没有closing啊 10%的功夫啊 他回到去 他的表哥刚好做forever 他就帮你close了 OK 10% 人家只是做10%的功夫 他就拿掉了你这个这个单子 OK so 了解 OK so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4个 第4个就是什么 签了不做 而第4个挑战就是签了不做 OK so 签了 有些人签了啊 啊 你看他这么这么 人都不见了 签了 明明签了啊 给了签啊 为什么人都不见呢 因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已经中人家破人水了 你不懂 所以哦 要懂得怎样打预防针呢 各位 啊 要打好预防针 OK 啊 你covid嘛 你还没有供到来之前 你要先打好预防针吗 那个冷水还没有破之前 你就要跟他哦 啊 打好这个冷水的预防针了好不好 OK 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给他知道哦 通常哦 啊 一定会有人破你冷水的嘛 啊 so 通常 只有三种人会破你冷水 第一种就是关心你的人 通常就是你的家人咯 爱你的人咯 啊 你的老公老婆啊 你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 通常就是第一 第一种会破到你冷水的 因为他们跟你最亲 你一听完了 你一定很兴奋的 回到去就跟他们分享 哇 我找到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事业啊 哇 你才 你又不懂怎样讲哦 因为你听了一个小时吗 你讲不回一个小时 你最多跟他讲一分钟 结果什么 你讲完一分钟过后 人家听了过后 他可能就 觉得是跟外面的那个老鼠会一样的啊 他就破你一把冷水来 一把冷水破下来 OK 你就解了 啊 so 失败者 OK 你要成功 你不可能问失败的人吗 你去问一个人 你问到你叔叔 就跟你讲 哇 我想 禅消 可以做了吗 临别做了时间 然后时间都失败了 传销可以做了 OK 我派一个套路里别动当错 OK so 他只会跟你 他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经验跟你分享吗 他只会分享什么 啊 十种死法怎样死 你要怎样死 他十种经验 十种死法 他可以跟你讲 他没有跟你 没有没有办法跟你讲 讲出来十种成功的成功的方法的 OK 所以你问他你就问错人了 哎 着急啊 你要找找找 哎 不可能去找一个啊 找找一个失败者去问的吗 对不对 失败者也不希望你成功了 啊 你成功他就很没有面子了好不好 所以他最好就是讲到你不要做 他就很安心了 OK so 别家公司的传销商 也没有遇过像 有人这么诚实了 我跟你讲 OK 啊 OK 啊 讲 你 会讲你 哇 你很有眼光 哇 你会选 我们的眼光很烂 所以我们选到这么烂的公司 他一定是一直泼你冷水 泼到你没有力了 最后就是要你加入他的公司吗 对对 OK 所以要小心吗 对对这三种人 OK 所以有时候关心你的人也是不小心的 他不是故意了 所以你要明白还是关心你 所以哦 你要有那个心理准备 啊 你才不会这么容易人家泼一泼冷水 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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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了 好不好 OK 所以哦 好 跟进会议 很重要 啊 因为什么 因为来这边你不需要有会跟 啊 如果你没有会跟不用紧 你会跟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会跟进会议就可以了啊 跟着 跟着成功者的脚步跟着做就好了 OK 所以哦 会 你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哦 OK 有会必跟跟就必会 啊 so你跟进大会 跟进大会你就大会 跟进小会你就小会 不跟进会议你永远都不会 可以啊 所以哦 你只要你有会 你必跟不管是大会 小会 你跟 OK 跟久了 每一场会议你都出席 跟久了你自然就会了的 你第一次听5cc一定是很不乐的 你问我 我也是第一次听也是很不乐的 我一直听了 一直听了 啊第一次听什么5cc 听10次啊 就每一场都领悟到不同的东西 啊 OK so 连续听5次会议 每一场会议都最少连续听5次 打入前一次 就好像今天这一堂课 听一次不够了 你要连续 听5次 一个礼拜里面听5次 GEP 一个礼拜听5次 新传销商训练会 一个礼拜里面听5次 啊 啊你连续听啊 你才会记得 就好像刚才我跟你讲的 张学友的歌 你听一次你不会唱的吗 连续听5次 啊 你要一个礼拜里面连续听5次啊 你不要一个月里面 他只是一年里面听5次啊 我跟你讲 你肯定也是不会的 不会记得 OK 所以你刚才有听到NICOLE讲吗 NICOLE是不是一直在YouTube 里play 她就是在做这个动作啦 OK 所以NICOLE为什么会做做做到 做到今天啊 有的人可能做一个礼拜 你就看不到他了 他做了3个月了 OK 所以如果他持续这样子 他不只会做3个月了 他在Forever做永久好不好 OK so要记得 OK 啊 要连续的听 OK so那么学习技巧1到3 就是刚才的 月了不来 来了 不听听了 不签 这个你要你要 不是你要学罢了 你要交下去 你的下线 啊啊 OK 你你带进来的下线要交下去 啊 因为你要他们做吗 他你就要跟他打打这个预防针 你要啊 让他进来跟进会议 要教他怎样啊 啊 连续听5场 会议 然后要教会他1到3 然后最重要有什么 适当库存要记牢 OK so 今天呢 OK 很多人来做生意哦 啊 OK 你们觉得做生意啦 没有货可以做生意吗 OK 你有试过去一个杂货店了 买东西哦 他没有 他没有产品 他没有东西给你 他叫你看catalog 啊 你order米 等catalog啊 你看catalog看了 我order 一个礼拜过后才来 哇 我家的米刚都米都完了 还要等一个礼拜啊 你一定去个币碰餐的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没有业绩是哦 因为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产品在手 他这个币的邻居 哇 跟他讲了 哇 讲到很hot了 讲完那个 讲 讲到完那个 炉灰 什么都做好了 过后哦 人家问他 有没有货 也没有 要等一个礼拜 人家等不及了哦 现在就要用了哦 对不对 他可能就跟人家买了嘛 或者他割到手 还要用arlo jelly了 不可能等一个礼拜吗 血都流干了了 对不对 OK 所以哦 适当的库存 业绩 业绩老 OK 所以你有适当的库存哦 你可以哦 你可以签到很多的单回来的 而且哦 讲到做生意啦 生意哦 OK做生意啊 人在哪里 OK 很多人为什么没有成功 因为他人不在那边 他人不在那个生意里面 哈哈哈 哎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 他 他的钱不在那边吗 哎 啊 他心就不会在那边啊 所以他人没有在那边 so 一样的 今天你来做生意 你来做forever啊 啊 OK 你可能投了一个钱多块 你钱没有很多 所以你心没有很多在这边 你人没有在这边 你试想想 今天如果你 你你你做一个生意 你开一个店啊 你投了三百千下去啊 各位朋友啊 今天如果一个礼拜 没有人来跟你买东西啊 没有人上你的店来跟你买东西啊 你会不会做下去 会的打yes给我 不会的打no给我 来我们看啊 看你们的答案啊 OK so 如果你投了三百千啊 如果你投了三百千去做一个生意 开了一个店过后啊 一个礼拜里面没有人来跟你买东西啊 已经 钱已经投了啊 钱已经投下去啊 一个礼拜里面没有人来买 找你买东西啊 你会做 你会 你还会继续做下去吗 你你你会 会 会的你打yes 不会的你打no啊 我们我要看你们的答案啊 哇 不会啊 哇 谁这样有钱 投了三百千下去啊 一个礼拜就放弃了 哈哈哈哈 OK 啊 OK so yes OK 你一定做下去吗 对不对 你一定会 想办法啊 做到成功为止吗 对不对 啊 我想换个模式做 你钱都丢下去了 没有理由一个礼拜 你就放弃吗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那你做一个礼拜你就放弃了 你投了三百千了 还是你投了三百万 再去你做一个礼拜 看不到成绩 你就放弃了 没有也不可能吗 对不对 啊 你死死你都想办法做到成功为止 对不对 因为你钱已经丢下去了吗 对不对 so今天 同样的道理 你来Forever 虽然Forever你要明白它是一个生意来的 啊 虽然你没有投很多钱 你不需要投三百千 不需要投三百万进来 但是你要有哦 投了三三 你要投了三百千或者三百万的思想来做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带着生意的 做生意老板的心态来做 你才会成功 ok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 你好像没有投很多钱啊 你没有办法认真啊 你不用紧 你投一点啊 进来这个买5cc的产品 你就开始有生意了 你就开始会去做 因为你放在电视机前面 你看到电视机的时候 你又再看一看那个产品的时候 你就自动会 就会打电话邀约了 ok 你就会开始去 去做了 ok 所以记得 千万别杀额取卵 我们生意有分三个账 第一个账就是自己的账 ok 第二个就是你买货的账 自己的账就是 自己的个人私人开销 ok 生意的账就是那个买货的账 还有第三个账就是什么 你卖货的账 ok 你收 你卖了出去 你收到的钱的那个账目 ok so 记得千万不要哦 全部钱掺在一起 啊 你买货要有 所以我会鼓励了就是新人 5到10cc 学习怎样去做这个生意的话 5到10cc的产品在手 你的业绩一定好的 哎 如果你 假设 假设啊 你投了 你投了一个 比如说 5cc的产品再去做 的钱再去做啊 ok so那个钱呢 你卖了出去啦 你收到那个钱啊 ok 比如说5000块啊 你投3000块下去吗 你收5000块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赚了2000块对不对 所以那个2000块哦 是你的金蛋来的 你这个金蛋 啊 所以那个3000块就是你的额 啊 你那个额啊 那个额收到回来的那个钱 那3000块 你要进回货的 你要去买回那个 你要放回去你那个 买回那个5cc的产品 啊 比如说你 你是投了10千块 ok 你赚3000 你 你卖出去卖13千 你赚了3000块吗 ok 所以3000块你可以用啦 ok 但是那个10千块你应该要放回去你的 生意里面 因为如果你 你你你投了10千块 你买了那个10千块的话 你拿去卖了啊 比如说啊 你拿你那13000啊 你拿去买 买戒指啊 买钻石啊 用到完啊 我跟你讲 你就关门大吉了 啊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金额都没有了 你的金额都死掉了 给你杀死了了 你没有钱在当你回来要做生意的时候 你的货已经没有了 ok so 还有啊 自己的账跟私人的账 呃 跟那个公司的账啊 就是那个货的账要搞清楚 哎 要分开啊 我们讲什么 ok 呃 家人还家人啊 兄弟还兄弟 朋友和朋友 啊 生意还是一样照做 ok so 如果你要自己送 比如说你要啊 送送产品给你的爸爸妈妈用啊 你也要自己拿你自己的私人账的钱来买那个产品 你要放回进去那个货的那个账的那个账目啊 啊 ok so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 ok 你的那个金额没有了 你就不会做了了啦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签了 没有做 因为你的额都杀死了 怎样做 ok so 第四个明白啊 ok so最后就是第五个了 做了 做不久 ok so 有的人有做 问题是做做下你就看不到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ok 他根本就 没有一个很很很clear的一个intention intention就是意向 他没有意向 没有意向你很难成功的 没有意向你很难可以做久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进来是要做什么的 ok 所以你的意向一定很清楚 然后呢 要要很清楚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要注意奖励 奖励一定是排第一名的 啊 阶级是自动来的 当你追奖励的时候 像 nicole 她是追forever tentrive 她追50 她追100 ok 追150 so 她自动 她就上level了的 她的level是自己来的 ok so 不要搞错 ok so那么你也要有一个目标 很清晰 几时要做到3到6个月 要达成经理 因为这么你要达成经理 因为经理是 赚最多钱的48% 你现在只有30% so 所以如果你在assisted supervisor 跟supervisor的时候啦 ok 你你你不要看 不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没有多少钱的 你不要看那个那个钱 你要看的是大钱 大钱在吗 manager ok so 所以哦 新人呢 ok 好 我给大家一个tips 因为什么 因为哦 你要 你要如果在短时间之内 做到很好的成绩哦 你一定要追收入的报表 追你的statement 来把你的收入打高 新人赚钱 你要懂啊 你是要打宽线的 不是打升线 就是你要一直sponsor direct的VIP 第一 第一代的VIP ok 因为 你sponsor一个VIP 你就有三四百 三四百 三四百 OK越多的VIP 你就越多的越多的钱 所以你收入哦 你是可以营救人的 像你扣这样哦 他为什么他的收入 可以这样短时间去要十多千 如果你问他 他在forever赚的钱 一个月有十多千啊 外面的人不懂啊 他一定以为你扣是做了很久了 他一定会觉得你扣是做了 在forever做了很久了 因为他有这样高的收入 其实你跟他讲两个月吓死他 哇 两个月 是不是 OK 所以哦 新人 你如果会 聪明的话 你追你的 你打宽线哦 你sponsor direct的VIP 越多啦 direct的BO越多的话 我告诉你 你成功的速度会更加快 因为你的收入就有影响力了 你可以用你的收入去影响你的 prospect 甚至是影响你的下限 OK so 接下来什么 终极目标 上上pin level 在forever上一次不了了 所以哦 他没有很挑战的东西了 OK 所以哦 我们要挑战什么 我们要挑战每一年都要都要追的目标 have to leave OK 因为如果你追错你只是追pin level 不然你上了你就停在那边了 你就只是 一直会停留在manager 然后你就不会做了的 有的人上了supervisor都没有做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 他的终极目标是forever to drive 一个manager跟CBM 所以这个是每一年都要追的 OK 并且哦 OK 相信与忠诚很重要 OK so 这个是我们的BO的第一个的那个 价值观来的 OK 很重要 今天如果你连 相信都没有办法相信啊 你是不可能忠诚的 你看Dr Desmond为什么会做20多年 因为他很相信 Forever是最 全世界最好的生意了的 他研究过了的 他是写论文啊 研究50间的传销公司写出来的 论文 有论文的 然后在国家图书馆 哎 所以今天我来我也是很相信 我很相信师傅了的 因为师傅写了论文 他不会写一间很烂的公司的 哎 Forever没有中盘 没有PVPV 没有Pairing哦 这个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我敢我敢讲 没有一间公司的老板会投了这么多的钱呢 我们跟他合作 他会给一个70%来的钱分出来了 OK 只有Forever我一间 所以我很相信的 我来Forever我的时候 我已经是看到了 我看到我跟着师傅的系统的话 我会好像他的徒弟这样 可以成为世界第二名 他的徒弟可以去超越师傅 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也可以超越师傅吗 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我在Forever 我来的时候 我还没来之前 我就肯定了 Forever 将会我接下来 会做到死 唯一会做的东西 接下来我唯一会做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吧 就是Forever 我不会做其他东西了 我我是很相信 OK 所以我会忠诚 所以我会做到我死 我只会做一个 就是Forever 我不会做第二个 我不会做其他东西了 OK 这个就是相信 OK 所以最后就是什么 要要明白 Forever是一个种树的生意 他不是种菜的生意 你去上班 那个叫种菜 这个月有做 这个月有薪水 下个月没有做 下个月就没有薪水了 你有种就有的吃 所以 种树是什么 种树是什么 种树今天 我们来栽培人 我栽培Nicole 我栽培任何一个人 OK 只要我栽培这个人 我都相信 这个人未来会成为一棵大树 它是好像一棵种树 我们丢了种子下去 我们就相信 它就会长成一棵树 长成一棵树 我知道未来 它就会成为一座森林 然后未来就会成为神木 OK 所以当你的榴莲树种起来的时候 每一年 OK榴莲一掉 就一两Mercedes 等一下就一两一个Bungalow 就一两BMW 你知道吗 OK 如果你种菜是没有这样的收入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明白 种菜很快 你现在种立刻有菜吃吗 种树 可能要时间 栽培人是要时间的吗 对不对 所以 不是今天栽培 立刻明天就蜕变了 所以需要时间 所以 起初的时候 你还没有 你可能花了很多的精力 未必这么快看到成果 你不要这么快气馁 因为你要明白 你是在种树好不好 你不是在种菜 所以种 种菜的人永远不明白 你还种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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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的的的的这个这个道理的 所以你要清楚你是种树的种榴莲树 你的榴莲树种起来了 你只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是请一你只是 然后养一只狗在那边长着那个榴莲树就好了 然后你就然后每一年你就等收成了 ok 每一年cbm的支票一来 bam 啊你又可以哦 你又可以 又可以又有很多很多的玩具买了 ok so这个就是哦 在forware我的五大挑战 ok so最后哦 so大家要明白哦你要成功了 ok 你要今天你要成为百万富翁了 所以你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懂三个东西 来这三个东西就什么 首先你一定要明白哦 ok方向一定要对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成为成为老板 然后不要打工打一辈子 啊 ok so今天你要做老板 你要做对老板好不好 你要做到那个老板是可以备争时间的 很多人做老板哦 一样的跟打工没有差别 比打工更死啊 他讲更忙啊 哈哈 以为做了老板会更好 结果做了老板更死 因为什么他选错老板 选错生意来做了 因为他选到没有办法备争的 他要自己做 哦 所以今天我们来forware 我们可以备争时间哦 so要明白哦 你要一天人只有24小时 所以哦你的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一定要备争时间哦 像像今天呢 啊师傅的主持榜里面有几万个人哦 他就有几万个小时了啊 ok 你有一千个人 你有一千个最少有一千个小时了 一天里面你不是24小时了 ok so最后哦 就是啊选择对的平台 因为选择永远比 努力重要 ok 所以我们也不用选了 师傅已经写论文 已经帮我选好 全世界最好的 公司了 ok 我们已经有对的平台了 全世界播最高奖金的平台 我们有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产品跟最好的制度了 先 然后重点是什么 重点我们还在对的团队里面 我们有一个对的师傅 对的系统带我们 好我们跟着做哦 肯定就是下一个百万凤了吗 对不对 师傅已经带了那么多的人 去拿世界分红的支票 ok 所以哦 我们要不要相信 我们一定要相信 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哦 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好不好 来 so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最后我把我的麦交给你 OK OK 哇哦 哇 谢谢我们Coxone 来 大家掌声 不要停 来 感恩Coxone 有没有学习到很多很多知识呢 来 快点 大家来 掌声 不要停啊 来 谢谢我们今天的 掌声 我们的Coxone 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会学习到很多 对不对 有没有学习到 有学习到了 打算9333 有没有学习到很多哦 OK 啊 很棒很棒 大家有学习到 学习到一大信用哦 那么今天 真的 所以好像我们公司所讲的 我们五大挑战呢 这五大挑战呢 基本上呢 对于很多来 很多人可能你们在外面遇到的事情呢 他真的是一个很很小的一个挑战了 真的是 基本上呢 其实离不开呢 就是一个面子包 对我来讲话啦 其他所有挑战就是离不开一个面子包 当我们所有面子放下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讲 这一挑战都不是挑战 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呢 一定要首先先下下下下下下我们目标之后呢 真的是跟着我们 国生爷所讲的这个课程去学习去运用去做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 那么当然最重要一点呢到最后就是 我们的这个选择 就好像我们公司所讲的选择真的很重要 选择在一个对的平台上面 对的一个区域上面 然后对的一个系统上面 还有对的一个领导人上面呢 很重要 对不对 你看在这边我们已经是创造了很多百万户了 这个不是讲而已 我相信大家呢有看过我们Mustle Class 听过我们Mustle Class 甚至有看过我们很多一些课程呢 我们是直接show给大家看我们的Income index 对不对 ok 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 你看呢 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课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100%相信 而且呢 你一定要知道来到这一点呢 是没有错的 ok 100%相信 然后100%付出 你一定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ok 所以呢 比过我们 Post之前 比过我们结束之前呢 大家呢先把你们的Mac都打开 Mac打开 把你们的这个镜头都打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大合照 大家呢都是一家人 来到我们这个BI大家庭里面呢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7月份 我们会有一个Mustle Rally 你们已经是VIP的话呢 你们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Mustle Rally 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Mustle Rally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来 一定要到现场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你会看到 哇 我们的石头 我们每一个领导 我们每一位百万富翁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他们去合影拍照 对不对 这嘞 先打开你们的镜头 因为我们要准备 拍一个大合照 以后呢你们看到什么吗 这个是谁 这个是国上的快点去拍照 你们不拍镜头哦 他不会认识你是谁的 对不对 所以快点 快点 打开你们的镜头了 我们准备拍照了 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还有谁要拍的 这些是一个记录来的 改正了 你们也是可以出去外面 跟人家讲 哎 我不是假的生意 我是真的生意的 我是每一天有上课有培训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们可以拿去去 去送给了你们的一个 supporting的一个 带着你们去成效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见证了 OK 所以来 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吗 够了吗 OK吗 OK 来 有有有产品了 我帮你们产品了 我们准备拍个大合影 OK 你拍什么 你还没拍 可以哦 OK 一 二 三 再笑 一 二 三 OK 来来一张啊 再来啊 一 二 三 OK 耶 OK 好 好 谢谢大家的合作 那么呢 大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 比过关子前 比过关子前呢 我们来一首 我们非常有能量的主题曲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要学唱这首表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呢 我们在这个Majer Valley的时候呢 大家互相见面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机器的能量啊 OK 好 准备正当个身体 还有东西啊 我们进那边播还是怎样 OK 可以 OK 来 我们一起看啊 是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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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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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 曲 李宗盛 谢谢大家